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又是馊的呀 你们 有的吃不错了 你们爱吃不吃 不吃啊 大爷我拿去喂狗了 别别别 别别别 有吃的总比没吃的强 你们一个半时阵之后过来拿餐具 我们走 这般狗狗才就会欺负人 定是苛扣了咱们的吃喝 拿去讨他们主子欢心去了 小声点 没有上面的兽医 他们哪敢这么张狂 柳珠啊 把这两个拿下去热一热吧 还有 咱们宫里的炭火就快用完了 内务府已经很久没有送来过了 看这天又要刮风了 小主还饿着呢 先热热吃了再说吧 小主 这几个菜还能吃 奴婢刚刚让刘珠热过了 趁热吃了吧 我不饿 你们分了吃吧 小主 你若是这么不吃饭 真的倒下了 那孙玉轩的奴婢 奴才们 可就更没人指望了 给我留半个馒头就够 给我留半个馒头就够 其他的你们分了吃吧 是 小主 你这样一日一日地瘦下去 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吗 许是心里矫悴 整个人都没有力气 要是还算账得很 这可怎么是好 奴婢得想办法去把太医请来才是 算了 他们是不会答应的 前年小云子告少想去拿歇药 他们都不让 幸亏小云子身体一向壮俭 否则就怕撑不过去了 小主身子本弱 小云子能撑您可撑不了 奴婢得想办法 一定要把太医给您请来才行 换婢 你好好地照顾着小主 姑姑放心去吧 我自当尽心 好 刘主跟我去 来 守卫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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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哪 宛萍娘娘快开门哪 宛萍娘娘快开门哪 守卫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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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宛萍娘娘真的病了 你看 皇上只是禁足了宛萍娘娘 并没有不让她看病不是吗 万一娘娘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端 这这 这你们也没法交代不是 你看我这有一些银子 要不然兄弟几个去喝喝酒好不好 守卫大哥求求你了 守卫大哥 皇上你过去 不许这宫里出去一个人 别的咱也管不了 关门 守卫大哥 别开门 守卫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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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小主 投卫 Plus 神际 武大习 根ker 子 刘珠 扶我齐来走走吧 小主 你这是要做什么 兴许沾点地气 人还精神些 小主 怎么着 小主 守卫大哥 守卫大哥 开门哪 开门哪 守卫大哥 开门哪 守卫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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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 开门哪 开门哪 难道晕倒了 快开门哪 你们干什么 你 别来我 你们干什么 让我出去 让我出去 让开 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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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 娘娘混蛋了 放开我 让我出去 我看你们谁敢动 让我出去 放开我 让我出去 让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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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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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六珠 六珠 太医 快 快下宗官笔杠 是 六珠 六珠 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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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禁皇上 侍卫总管有急事禀报 皇上 臣有急事禀报 说吧 皇上 放在碎宇宣里的人要闯出宫门 侍卫们终于职守 纠缠中一位宫女被捧伤 他们竟然如此大胆 敢强闯宫门 知道为什么吗 回皇上 听侍卫们说 是婉萍娘娘昏倒了 他们的人要出门请太医 侍卫们仅遵一旨 不让他们出去 就 大胆 朕只是吩咐禁足 你们竟然不许婉萍就医 婉萍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担待得了吗 奴才最敢闻死 让领班的侍卫到慎刑司领阀去 喳 苏卫生 奴才在 马上 宣太医 去给婉萍就职 喳 有什么情况 马上来给朕禀报 喳 要温太医 喳 小主 醒了 小主 醒了 别动 这手上刚涂了制洞窗的药 要好生痒着 饿了吧 来 送过来 温太医特意嘱咐了 让人用多恶恶椒炖的燕窝 小主快趁人喝了吧 温大人 娘娘 为臣 恭喜娘娘 恭喜娘娘 娘娘 温大人说 你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锦夕 你和温太医留下 其他人都退下吧 哎 娘娘 微臣刚刚给您把过脉 您心情起伏太大 胎气有些不稳 岂不可以再动气上身了 大人以为 本宫眼下如何 眼下 是娘娘翻身的唯一时机 皇上已经知道了 娘娘怀孕的消息 下之以微臣来照顾娘娘 皇后也下令 要对娘娘的饮食起居 格外的照顾 娘娘 您尽刻也安心了 是吗 大人以为 这是本宫翻身的忌讳吗 若如此 大人方采许许说了这么多 怎未曾听提及有解除禁足之令 皇上也没有一字的安慰之余 何况这所谓的照顾 也是为了本宫的孩子 并非为了本宫 娘娘 你放心 本宫到任何时候 都不会自情自解 委屈了这孩子 那就好 微臣和惠贵人 都生怕娘娘会委屈了自己 有娘娘这句话 微臣一定竭尽全力照顾好娘娘 大人与本宫相识多年 何曾见过本宫自情自贱 本宫只知道 自己和附中胎儿 都托付给大人了 放心吧 微臣一定会尽心竭力照顾好娘娘 和附中的胎儿 这不仅仅是为了娘娘 更是为了惠贵人 对娘娘的一番心意 本宫禁足这些日子 姐姐担心坏了 是啊 也不安静 食不知味 无论是从景仁宫 还是到养心殿 都被拒之门外 归人她 心急如焚啊 叫姐姐放心 本宫没事 微臣明白 娘娘您安心养胎 微臣先告退了 吉西 这个时候有了孩子也好 想必皇上也不会那么绝情了 也幸好是温太医照应娘娘 奴婢也更放心些 你也觉得皇上太绝情了吗 这宫中的孩子 那么多都生不下来 可见王后将步步都是显露 娘娘今后要小心为好啊 锦西 拿笔墨来 娘娘身子虚弱 有什么等好些了再写吧 你去拿吧 好 好 如今我有了身孕 皇上必定肯看我的书信 你想办法送到狱前 娘娘写了什么 我求皇上下旨 由皇后 亲自照料我怀孕生产知识 皇后 娘娘不是一直疑心经番知识 都是皇后知识的吗 怎么还要皇后亲自照顾呢 正因为如今宫中皇后独大 我要留心这孩子 凭我一己之力必然不够 皇后如此设计陷害我 必定十分厌恶我 必然也会厌恶我腹中的孩子 我要她一应照顾我怀孕生产知识 若有任何差池 她首当其冲脱不了干系 她必然会竭尽全力 来保住我这个孩子 要想一切平安 这倒是个最好的法子了 娘娘若想将来服从 一切指望就在这个孩子身上了 我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平安长大 拿下去吧 那烟窝怕是已经凉了 奴婢去兑些牛乳来吧 你等下再去弄吧 我嘴里总觉得淡淡的没味道 你让刘珠吩咐小厨房 去做碗夏日粥来 要留下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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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